骗局什么是真正的骗局 骗子们总以为自己骗出高超 殊不知他们才是被骗的对象 诺达的公司只有两名员工 罗伊和弗兰克 他们初推的产品是绿水汽 价值不菲 当然此项产品并不单独销售 它往往和百万大奖挂钩 所为百万大奖的体税产品 购买此产品往往是一些中老年朋友 他们对这种产品毫无抵御能力 罗伊和弗兰克不仅负责过滤器的销售 他们还会以FBI的身份到购买者加荣 告知他们绿水汽的真实价格只有50美元 安慰这些上当受骗的人 并让他们欠署一大批法律文件 以授权他们逮捕犯罪嫌疑人 他们会毫不犹豫签下自己的名字 说不知他们二人就是超级骗子火柴人 扮演FBI只是为了骗取更多的钱 尽管罗伊的骗数如此高超 但他依旧没有成为亿万富翁 他的强迫症和广场恐惧症影响他的事业发展 不然以他的能力一定能够称霸整个世界的骗子 除了工作他基本上从不出门 他很害怕光 家里的窗帘只有在打扫卫生时才会打开 出门时也总是戴着墨镜 他有严重的洁癖 但凡有一点灰尘都会让他呼吸急促 罗伊最大的爱好便是待在家里打扫卫生 这会让他非常有成就感 并且减缓他的强迫症 他的病还要依靠药物的维持 一顿不吃便感觉活不下去 一天他不小心将所有药都出去下水道 这让他非常的抓狂 他经常去看病的医生不知道为什么 在这个时候突然失去了联系 没有了药物的罗伊意志消沉 无法出门更无心工作 他的搭档为了缓解他的病情 给他介绍克莱伊医生 这位医生是一个十分厉害的心理追寻师 拥有博士头衔 即便如此 罗伊也不想浪费时间 对心理治疗十分抵触 只想医生给自己开业心窑凑合过日子 罗伊见他不肯就配合回答几个问题 克莱伊医生一阵艰学 挖出埋藏在他内心深处的伤痛 前妻是罗伊一直不愿提起的人 他们之间有过美好 也有过不愉快 一直让他纠结的便是那个未出世的孩子 想到这里便让他暴跳入雷 说什么也不愿回答任何问题 鉴于他情绪如此激动 强行询问会起反效果 克莱医生只好先给他开了一些药 这些药不同于罗伊以往服务的 不过也能暂时稳定他的情绪 从医生那里离开之后 罗伊就忍不住想起前妻和他肚子里的孩子 几经辗转 他终于打听到前妻的电话 不过他还是没有勇气打电话询问 只好再次来到医生这里寻求帮助 几天之后 罗伊接到克莱医生的电话 告知他前妻和孩子的消息 他有一个女儿已经14岁 名叫安吉拉 女儿十分想见14年未见的父亲 罗伊按照预定的时间来到安吉拉家附近 此时他的心情忐忑不安 他不知道女儿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是活泼开朗还是内向 多一会儿一个滑着滑板说着两个小便的女孩 就出现在他的面前 他就是安吉拉 一个活泼开朗的小女孩 他不敢相信原来自己的女儿已经14岁 他盯着女儿脸 试图从他脸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而女孩似乎更像母亲一样 短暂的交流 让这个小女孩对父亲充满了好感 他似乎并不是那种抛弃自己不管的人 安吉拉想要和他多待在一起 了解一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总是不顾母亲的反对出现在他面前 一天夜里 家里的门铃突然响起 他透过窗户看到门外站着一个小小的身影 来的人是安吉拉 他和母亲吵了架不想回家 想要和父亲待在一起 罗伊要出门工作 没有工夫照看他 只能让他自己待在家里 趁着父亲离开 他彻底解放了天性 把罗伊的家翻个底朝天 他还发现藏起来的钱和墙 自从有人女儿 罗伊再不是一个人的状态 他的心里给了牵挂 时刻都想着安吉拉 会给他买很多 他这个年纪喜欢吃的东西 还会亲自为他下厨 虽然他的厨艺并不怎么样 常常以失败高中 但至少他尝试 毕竟心意才是最重要的 一天下半回家时 他发现女儿不在家 十分焦急 也忘记他的洁癖 不顾一切 穿着鞋在家里 寻找女儿的踪影 罗伊焦急的在家等了一个晚上 直到深夜 安吉拉才猫着雨回来 安吉拉的晚归 让罗伊非常生气 一个女孩这么晚才回家 万一遇到危险怎么办 罗伊对着他大吼大叫 给他立规矩 而这样的教育起到了反作用 安吉拉非但不听 一气之下要离家出走 在安吉拉的心里 父亲14年没有管过他 现在却要对自己的人生 指手画脚 安吉拉质问他 为什么在家里藏着枪 罗伊没有办法 只好将所有的一些 告诉安吉拉 他是一个超级大骗子 以骗人为生 枪是用来防身的 毕竟炒银行骗 不知道哪天会遭到报应 没想到是 安吉拉觉得他十分的固 甚至也想要学习骗术 罗伊并不打算交给他 可大看不住女儿的撒娇 只好交给他最简单的 他带着安吉拉来到一家便利店 买了几主和上一期 开奖结果相似的号码 拼用硬币划掉上面的日期出资 之后又来到一家洗衣店 他们看上一个中年妇女 安吉拉随手一张 妇人便对那张彩票起了心思 想要知道有没有中奖 这时坐在一旁 假装看报纸的罗伊便登场了 他只需要等着妇人 来接她的报纸看开奖结果 果不其然 妇人借走她的报纸 核对了对奖号码 无中四就能得到600美金 妇女限制要给安吉拉五五分账 给了她300美元的现金 第一次出差就骗取了300美金 可以说她在这个方面 简直就是个天才 但罗伊并不想让她成为一个骗子 要求她把钱还给了妇人 罗伊对安吉拉超过的天赋 既开心又担忧 她不能纵容孩子成为一个大骗子 一定要教育她成为一个 对社会有用的人 然而天不随人怨 越不想成为什么 就偏偏偏为什么 星期三 罗伊带着放学的安吉拉去玩 他们一起去保陵官打球 福尼两个玩得很是开心 这时罗伊突然接到一个讯息 发讯息的人是罗伊的大胆弗兰克 他告诉罗伊情况有变 必须马上行动 这个恋物他们盯了很长一段时间 知道他十分的有钱 由弗兰克打钱赈 罗伊在甲板银行支援接近这位爆发户 很快大鱼便上钩了 罗伊让他缠到外币兑换的甜头 以小鹅资金绕爆发户眼馋 最终骗出爆发户所有的钱 他会在周五离开这里 带着钱飞往别的地方 罗伊和弗兰克前来机场看插现场 他们选准附近的休息时 会利用吧台来吸引爆发户的注意 以达到偷粮换柱的目的 计划赶不上变化 爆发户要提前飞走 罗伊决定马上实施 他和女儿离开了保陵球馆 就带着他一起来到机场 安吉拉坚持要加入行动 击一番思量之后 同意让他加了进来 他提着装门外币的箱子来到机场 将钱交给对方 对方则把美金交给他 这是八台的戏码上演 安吉拉作为一个未成年 想要买酒 酒保自然不会卖给他 他们起了激烈的争执 引起机场所有人的注意力 也包括爆发户 罗伊趁机将箱子给叼换 也就可以白白得到八万美元 原本一切非常顺利 这时爆发户突然窜出来 拿着空箱子砸向了他们 在登机之前 他查看了箱子里的钱 发现被骗之后 找到了他们 罗伊件事情败露 急忙开车逃跑 好力危险的罗伊找到弗兰克 质问他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不将对方送上飞机 这次行动 他把女儿牵扯进来 不能让女儿有事 幸好的是 他们并没有安迪 警察不会在信息库中 查找到他们的信息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安吉拉居然有安迪 他曾经因为一次口香糖 没有付款 尤克骚扰了自己的保安 产生了冲突 留下了安迪 这却像是个定时炸弹 随时会威胁他们 罗伊十分的成心 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女儿 能做的只有离开 面对罗伊的离去 安吉拉十分的伤心 他不想用心父亲之后 就失去他 他在机场送给罗伊礼物之后 便离开了 这是安吉拉送给他第一个礼物 全是以这样的方式 给送出的 安吉拉离开之后 罗伊过得浑浑噩噩 每天躺在床上 靠着药物来缓解他的病情 他的药已经吃完 又联系不上医生 他的精神越来越紧张 必须马上买到这种精神药物 他向药剂师出示着包装 却告诉他 这只是普通的营养补充剂 并不是什么精神类药物 他前来质问医生 为什么互动他 在医生看来 他根本就没有病 药物并不能真正 解开一个人心结 重要的是沟通和交流 按照医生所说 他找到安吉拉 告诉女儿爱着他 也想和他在一起 为了他 愿意放弃现在的职业 以共同监护人的身份 来抚养他 到那个时候 他们可以每个星期见面 对于父亲做的这些 安吉拉十分感动 他愿意尝试 和父亲一起生活 和女儿一起生活这段时间 罗伊也摆脱病魔的折磨 然而美好的时光 总是短暂的 那颗无形的定时炸弹 还是炸了 帮发护带着枪 劫持了弗兰克 又在罗伊的家里 等待了他自投落网 帮发护通过机场监控 找到了安吉拉 也通过警察朋友 查询到他所有档案 说着这条线索 最终找到罗伊的家 他不仅要回那些被骗的钱 害了罗伊之后 所有行骗的钱 都要分给他一包 不然就会把安吉拉送去监狱 罗伊已经亲喷起手 他没有办法答应他 这时去拿钱的安吉拉 方法从屋子里面走出来 他没有去拿钱 而是去拿枪 他朝着爆发部开了枪 为了保护女儿 罗伊让弗兰克带着安吉拉离开 自己则留下来处理这一切 忽然他看到 他在客厅的爆发壶不见了 紧接着他就被砸晕了 当他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躺在医院 房间里面 有两个自称是FBI的人 宣问他所发生的一切 他们要找弗兰克和安吉拉 罗伊决定自己扛下这一切 说什么都不肯说出安吉拉的假落 在探员再三准位之下 罗伊提出要见自己心理医生 罗伊将银行密码告诉了医生 希望他能把所有钱交给安吉拉 克莱尔答应了他的请求 他走之后 罗伊不知道又睡了多久 当他再次醒来 发现一切都变了 他所住的地方 根本不是什么医院 只是一间废弃的板房改造的 他急忙赶到心理证错 却发现早已人去了空 他家里的钱 银行里的钱也都不见了 随后他来到前妻的家里 可现实却是那么残酷 安吉拉也是编钻出来的 他的前妻当年流产 根本就没有孩子 从头到尾都是弗兰克的骗局 他是罗伊的徒弟 清除玉兰而胜玉兰 这也许也是罗伊的报应 一年以后 罗伊成为一家地毯店的店员 一天他遇到一位特殊的顾客 许久未见他们有些陌生 来卖地毯的人正是安吉拉 他不是14岁 早就成年了 只有罗伊被亲情蒙蔽 自从骗了罗伊之后 安吉拉再也没有骗过其他人 那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罗伊并没有揭穿他 毕竟父女一场 作为父亲 也想给他重新赖过的机会 希望这次他能够走向正途 远离赌局好好的过日子 罗伊的强迫症再也没有犯过 广场恐惧症也好了 他也遇到此生最爱的人 属于他的孩子也即将出生 电影也到此结束 本片是由美国著名影星 尼古拉斯凯奇主演的电影 《火柴人》 《火柴人》形容那些骗术高超 即使手上只有一根火柴 也能将人们手中的钱 给骗走的人 罗伊就是人员一个骗术高明 从未是过手的超级大骗子 当一无所有的时候 他才能真正的明白 金钱并不能给他带来 真正的快乐 只有平淡充满爱的生活 才能让他摆脱欲望的束缚 生活在阳光之下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喜欢点订阅关注 持续更新 不见不散